透過這個大概是100秒的畫面 非常關鍵性的畫面 3D新聞團隊在鄧薇 幾乎是冒著生命危險 你也知道 在上一次的一個示威 被壓制的過程中 動用到有橡膠子彈 布袋彈等等 催淚瓦斯等等 這個足以如果近距離的話 都置人於死 多少的媒體在這一次的衝突當中 受到了傷害 而我們的媒體 本於職責在第一線的專業 所捕捉到的畫面 這些詭異的畫面 應該如何解釋呢 那100秒 我們前進到大現場 香港民眾1號晚間 衝破大門攻占立法會 隨後被港警武力鎮壓 但這一切卻被質疑 都是設好的圈套 民眾晚間9點衝破立法會大門 港警在晚間10點火速 透過臉書發文譴責 但仔細看 發言人的手錶 卻是停在5點整 讓網友紛紛嘲諷 難道港警做了時光機 炮轟影片根本是預錄好的 你告訴我們 為什麼沒有警察 在Lagico的建築 什麼遊戲是警察玩的 不只網友罵聲一片 媒體也質問 港警刻意撤退 根本是放空城計 但香港警務處處長 盧偉聰卻這樣回答 他表示示威者堵住出入口 港警無法使用武力 加上有民眾破壞電箱 員警又害怕再度被有毒粉末攻擊 中中考量聽起來十分貼心 但港警駐守了8小時 卻在最緊要關頭選擇撤退 難道真的不是安排好的嗎 時間到回1號下午 立法會外頭被拍到 聚集將近50名新議案成員 更有疑似戴上防戈手套 手綁黑繩的中國公安或黑警 假扮示威者狂砸玻璃門 企圖嫁禍學生 不只如此 網友也逮到一次女警 臥底在示威隊伍之中 香港議員也痛心呼籲民眾不要中計 動罪真的十年 想清楚值不值得 故意撤退請軍入瓟 再來個一網打盡 警方甚至被港媒拍到 配有可發射實彈的AR15突擊步槍 立法會暴力鎮壓行動 是否真是港警不好的局 疑點重重 來 郎東怎麼看目前這個情勢發展 想到這些衝進香港立法會的年輕人 我先跟大家說聲抱歉 我可能有些部分沒有辦法 用這麼冷靜的話去陳述 我看到他們的心情 我感到很激動 大家可以看到的是說 這個是被砸破的玻璃門 有些人說這個是暴力 當然不排除可能有幾位 所謂的中國特務 或者是黑社會 去帶頭去做 但我問一個簡單的問題就好 如果砸破鐵門是暴力 如果說進入立法院裡面 用阻擋警察進來這件事情暴力 那香港特區政府撤銷掉議員的資格 香港政府動輒把這些人破壞器具 用暴動罪處理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這個不是更大的國家暴力嗎 我看到有人說這些香港進去的民眾 這些年輕人全部都是被中國 這個所煽動的 所慫恿的 我感到很難過 為什麼 過去在太陽花的時候 別人也說這是民進黨派來的學生 這個就是刻意要搞亂台灣社會的 可是我們想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好了 你知道在場的群眾有多少人嗎 說暴暴告訴你說不到100人才幾十個 而香港的警方在晚上八點鐘的時候 在晚上八點的時候就撤離 然後在九點鐘過後 這些幾位的學生 他進入了這個會場裡面 香港警察三萬多人啊 每個鶴槍實彈 他擋不住幾十個學生 這樣的理由你可以相信嗎 這是個百分之百設計出來的一個陷阱 它要注意到媒體效果就是 你這些學生 今天年輕人進去之後 大肆破壞 無止境的破壞 進而把這個活動定義成這個暴動 很可惜他們的陰謀沒有得逞 你可以看到的是說 確實立法會裡面好像有一些垃圾 這邊也噴漆噴了一個讓台灣也觸目驚心的 HK is not China 香港不是中國 但我注意到了一個細節 這邊有像立法會歷屆的主席的掛像 這邊有幾個掛像都已經被弄下來了 但是有一個叫黃鴻發跟施偉賢 這兩個沒有被撤下來 為什麼 因為他是九七之前的立法會主席啊 所以你想到一件事情 這些民眾在進行這些 他的意思 他這些民言論自由 可能有造成這個畫像的毀損的時候 他是有節制的 他理智的知道說這兩位不干他們的事情 這樣的有節制的行動更包含的是說 很多人就還原了現場 有些人他可能是主要去破壞的時候 其他民眾就會勸阻他說 你不要這麼做 你不要去破壞這些地方 不要去破壞這些東西 那這樣子不管如何 林鄭月娥為什麼在凌晨四點的時候他要宣布 他要出來開記者會 到底很簡單啊 他要把這個活動定位成暴動 所以他選擇了午夜十二點的時候警察進去清場 一個小時之後清完 隔了三個小時 林鄭月娥開了記者會 他開記者會裡面就有記者很勇敢的 就去問他說你覺得自己有沒有責任 為今天這樣的一個事件負責 為什麼會有青年似死如歸也要進去 他問說特首你整天說你以後會上天堂 你想到現在過去有三個年輕人他親生 他對香港未來感到失望的時候 你還覺得你上得了天堂嗎 林鄭月娥不敢回答這些問題 甚至在會後的新聞稿當中 還把這樣的問題給刪除了 那你看到的是什麼 看到的是說香港不管是建制派的立法會議員 何君堯 還是香港裡面的全國 中國全國人帶的譚耀宗 都大力的譴責 但是他們大力譴責的背後 有些公民記者 這位叫Chin Chris這樣的一個朋友 他還原了當初在立法院 在這個立法會裡面所發生的一個事情 我們從圖片中來看這個故事是什麼 大家可以看到是說有些人他去裡面拿飲料 但是你看看他們說不好意思 打擾了付錢在籃子 他付錢去買飲料 他說我們不是賊人不會不問自取 把零錢把該有的這金額 放在他們要拿的飲料上面 這個是這些香港示威者 他真實的素質 這個不是你派一些臥底 派一些黑社會可以去打斷 香港年輕人那個素質的 那你再進一步看 你看這個畫面有沒有很熟悉 就跟太陽花畫面很像 可是你去清點在場的這個人數 不到100個人 這麼少的人數 那在他們過程當中 他們戴著頭盔也戴著口罩 那有一度之間他們在討論 到底要留下來還是要離開 產生了一個激烈的衝突 當場的公民記者 就還原這個過程之後 實在讓他們非常的一個感動 為什麼 一開始他們想著說要留下來 為什麼 你只有留下來等到明天後天再一天 才有更多的國際媒體後來採訪 才會讓這個事件像當初 2014太陽花樣擴大 或者是說警方如果要衝進來 暴力驅逐他們 他們拿警棍跟催戰攻擊的時候 這些畫面會讓全世界看到 他們留下來這個活動效益會更大 可是他們想了想之後 不敢留 為什麼 因為他們說香港不是台灣 台灣的立法委員 台灣那時候的在野黨民進黨 還有台灣的本土派人士會聲援 可是在香港有這樣的人嗎 他們敢聲援嗎 有這個環境嗎 想到這一點之後 他們決定撤離 可是還有四位年輕人 他決定留下來 最後已經撤出去的人 冒著被警察逮捕跟攻擊的風險 衝回來把這四個人拉走 他說要走一起走 這樣的一個活動的場面 會讓我們發現說 他們不只是一群有意識 就要去為香港言論自由捍衛的年輕人 他們對於夥伴之間 活動之間的情感 我看了之後覺得非常的感動 在過去的時候 我們看到的是說 台灣有什麼樣的一個環境 在太陽花的期間 看到了游錫坤 看到了蘇貞昌 看到了謝長廷 看到了蔡英文 看到了柯建民 第一行對不對 沒錯 那這樣的畫面 香港看得到嗎 我們有這樣的本土政黨 這樣的本土順利在支撐著 當初的太陽花運動 可是香港年輕人 他等不到這一天啊 政治必須要去說 在這些台灣年輕人 被起訴的時候 2015年太陽花起訴的期間 蔡英文她在臉書上 她破這句話 如果追求民主是一種罪 我們通通都有罪 這個是我們台灣現在最珍貴的資產 我們的本土政黨 他擁有了去捍衛這些學生的權利 他不把你定位成暴力 他不把你定位成罪 因為你追求的是自由跟民主 這是包含了 王金平常常在國民黨出選中被冷落 退出 可是他昨天的時候發了一篇文 有非常大的回想 為什麼 因為當初他身為立法院院長 是他不動用警察權 常常這個活動持續下去之後 一開始被定位成暴動 暴力的活動 才逐漸有了一個翻轉 所以我最後下一個結論是說 確實啊這個活動 他可能背後有種種的陰謀 有警方的算計 有何社會的介入 可是我看到讓我最感動的 就是香港這些年輕人 他們彼此捍衛香港自由的決心 我想這絕對是一個事實 否則他們不會堅持到現在 一幕一幕手無寸鐵的年輕人 包括過去不走街頭的上一代 也都站出來了 如果中共的政權長期以來 就是胡蘿蔔跟棒子 那同時祭出的話 22年前也許如果這些人站出來 力挺香港 今天的局面是不是不一樣 但是22年後今天再站出來 已經沒有主權了 所以台灣的感受是什麼 一旦你沒有主權了 你什麼都沒有 你的人數再怎麼多 撼動不了 背後是老大哥的香港特首林鄭月娥 被抓的人沒有釋放 案子逃犯條例他也不會去撤放 目前為止已經有三個年輕人 透過死見的方式 而非常罕見的 如果這是一場有計畫性的 除了年輕人展現之外 現在意義也可能 中國的一個派系跟鬥爭 也捲入其中讓它複雜化的話 中國時報把這個事件 不只是關心的確登上了 頭版頭的新聞 我們應該怎麼去做解讀 這是今天中國時報的頭版頭 霸佔了立法會 你看到香港七一遊行失控 中國時報今天的頭版新聞 我們看到很罕見的登上了頭版頭 而田河報香港示威公佈立法會 七一回歸升旗的被迫在室內管理 特首喊話施政更開放更包容 太陽花HK港警凌晨清場 同樣登上 當然不意外的自由時報 也把它做到頭版頭 包括蘋果日報也是頭版頭 美國總統川普他講話了 因為為什麼呢 他認為在示威者是為了追求民主 但不幸的是 有些政府就是不要民主